哇,嗨 如果你曾经看到这些电影场面时 压抑不住心中的情绪 想要赞叹这些电影工作者 去怎么把他们的热情 成功结合商业跟艺术 带到我们观众眼前 让我们看到这些作品展现出来的电影魔力 我在看终极战士狩猎者时 就是这样的感觉 看到这边我想你应该就可以很放心的去收看了 但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部电影的话 可以来听听我的光好感哦 这支影片不会爆雷所以不用担心 我是Wayce Walk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1987 年由阿诺主演的终极战士第一集 带给我们观众一个好莱坞经典怪物 导演约翰麦提南的指导功力 也让这部电影成为历久不衰的经典 之后的续集虽然都各自有特色 却都没办法超越当年第一集带给观众们的震撼 所以一开始打开Disney Plus 看这次的狩猎者的时候 我都是以非常担心的心情观看 因为很怕会再度失望 但是很快的我就知道 接下来将会是一场让我们粉丝大呼过瘾的旅程 这个系列已经推出这么多部电影 但你其实可以不用怕会跟不上进度 终极战士狩猎者绝对是可以独立观看的 不过我这边还是快速的介绍一下大纲 电影发生在第一集近300年前 讲述柯曼奇族人在狩猎时 以为他们要猎捕的是熊跟狮子 却没想到他们真正要对付的 是一个更残暴可怕的外星掠夺者 而他们能够生存的唯一希望 是一位不被主人看好的女子 电影没有像之前的剧集 那样刻意把格局拉大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掠夺者跟猎物的对决故事 当年第一集唯一的败笔 就是电影的第一个画面 就暗示主角们将要对付的是地球以外的未知生物 如果直接让我们看到主角们在执行任务时 发现未知的敌人 会增加更多紧张悬疑的张力 到了今年的终极战士狩猎者 我觉得这个前传设定更适合当作是系列的第一集 只可惜我们真的都对终极战士太熟悉了 如果编导们还想先刻意对观众隐藏终极战士的真面目 就会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我们很快的就看到终极战士登场 但时间点设定在第一集的近300年前 所以连终极战士的科技装备 也没有之前的电影那么先进 使用的装备看起来跟以前类似 但大多都是更原始残暴的版本 而电影的前半段画面会故意停留 让我们注意画面中 有没有终极战士的身影出现 终极战士的目标就是要挑战最强的对手 所以我们也跟着他一起进行这项成年礼 看他猎杀各种地球具有威胁的生物 我最喜欢的是一场螳螂补偿黄雀在后的戏 导演运用长镜头不简洁的方式 完美展现谁才是真正的强者 如果一部电影只有终极战士在耍帅 也绝对不会让我喜欢 所以电影的女主角就是另外一个强眼的部分 她的设定非常不错 是一个杰出的追踪者 并也对草药在行 但她想要证明自己也能跟主理的男人们一样 是一名成功的猎人 却在要表现时屡屡失败 电影透过她这个失败者成长的设定 讲了一个完整的好故事 这是柯曼奇族人狩猎的主题 我觉得要比第一集更加符合终极战士的设定 要证明能够成为猎人的女主角 跟正在挑战最强对手的终极战士 也像是在分别训练跟成长 直到他们走的路终于交汇时 真正的好戏就开始了 电影中有许多场近年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场面 像是在预告中出现凶猛巨大的熊追击女主角 演变为与终极战士的生死对决 搭配高水准的音效跟场面设计 要说有让我联想到神鬼猎人的人雄生死战 更让我想到哥吉拉大战金刚的超震撼重量级对决 另外还有众多酷炫的动作场 哦不是 应该说是屠杀场面 创意的屠杀设计 可以说是每一场都惊喜连连 当第一个跟终极战士对决的柯曼奇人 拿着长矛吼叫时 我们观众真的会激动的跟着他一起喊叫 而最后的大对决实在是太过瘾了 电影前半段的铺成 也都成功在最后满足观众 真的很可惜没办法在电影院里 跟着所有观众分享看到这部电影的喜悦 如果真的要挑毛病的话 就是终极战士的牙齿 好像也太脆弱了吧 整体来说 不需要看过之前的系列 也能好好享受这部电影的魅力 全片压迫感十足 完全无法预测角色们的安危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只要主角身旁 多了一只狗狗伙伴 张力就会直接无限拉高 我给终极战士狩猎者 4.5颗星 因为终极战士的牙齿实在是太脆弱了 所以我就扣了0.5颗星 我在骗谁啊 我爱死这部电影了 绝对是给他满分5颗星 我也发现导演好像真的蛮会拍续集电影的 上次的科洛福十号地窖 也是一部十分出色的续集电影 下个礼拜还有乔登皮尔 指导众多好评的科幻惊悚电影 不 花月份真的对电影迷来说好幸福啊 谢谢各位的收看 有任何想法的话都可以在留言区分享哦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按赞 热爱我的影片的话请按订阅 这样 我们下次才能再度见面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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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